从1比1到0比1 相同的离场动作 C罗再次成为焦点 替全队背锅中场结束的比分定格在0比1 英超联赛第21轮曼联布迪狼队 赛前有关C罗的一幕被球迷热议 生涯第二次担任曼联队长 这个现象让很多曼联球迷未知兴奋 认为这场比赛一定能取得胜利 赛前多开心 赛后就有多沉默 比赛结束后 C罗摇头沉默离场 相同的动作出现在1比1战停牛卡斯尔的比赛 C罗打满全场比赛 场均平分7.0 一次摄政 一次关键传球 两次解围 一次抢断 这样的表现重归重举 但曼联的球迷显然要求更高 他们希望逆境之王拿出更精彩的表现 毕竟作为球队队长 能带领球队场面保持优势 比赛结果取得胜利才是王道 事实上 狼队19次射门碾压曼联9次射门 若不是前锋能力不足 比分差距会更大 首先 从首发阵容来分析 朗尼克放弃了中场 球队阵型为4222 C罗和凯瓦尼搭档风险 两人的年纪加起来有61岁 体力不足是最大硬伤 所以基本没有前场压迫 桑乔和格林伍德坐镇中场 让两名前锋球员改打中场 事实证明他们并不适合这个位置 林佳德真的可以离开曼联 这样的情况都不给机会 其次 从球队实际表现来看 除了琼斯和卢克肖的评价高一点 其他球员的表现都被球迷认为不及格 传球和配合失误不断 回传失误丢失球权 被保级队压着打 这种场面让曼联球迷非常愤怒 所以 惊吓转会曼联的C罗 号称要把球队带到该有的位置 本场成为红魔队长依然输球后 他就成为全队的焦点 遭受批评和指责 真的是C罗的过错吗 朗尼克的排兵不正存在问题 4222的阵型在赛前公布时 就已经遭到行内人的质疑 觉得这场比赛不保险 更何况中场球员派的是前锋 球队成绩不好 肯定不是一个球员的问题 传球失误和球员态度 球队管理和教练战术问题 这些才是曼联需要弥补的漏洞 只因C罗的名气太大 自然为全队背锅 曼联一比一战停纽卡斯尔 C罗摇头叹气 高举双臂表示不满 就被民宿内维尔大肆批评 声称他没有做好表率 本场比赛 当C罗再次用相同的动作离场时 毫无疑问会受到批评 这就是明星球员的无奈 遇待皇冠 必成其重 C罗是曼联球迷心中的希望 但整支球队需要改变的地方很多 比如教练战术 球员的态度 配合意识等等 欧冠面对马进 这样的曼联很难取得胜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